大家記憶裡面還有的就是花蓮的贈災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的妻子張淑芬 投身公益多年甚至擔任基金會董事長 但現在也成了詐騙集團新目標 打著張淑芬名義說累積大量財富後 決定回饋社會 號稱終身免費加入標股社團 沒想到還真的有人上當 今年五月六十六歲理性婦人就被騙 顛進頁面依照指示匯款 第一次匯了五十萬 之後無比都是領現金交易 一個月內花了三百八十萬 最後在銀行行員提醒下才警覺受騙 他們沒有主動向我們反映 但是我們有主動因為這個現象 然後有進行停止解析的動作 不只企業名人 就連行政院長陳建仁的名字都被冒用 LINE的名字照片統統換成陳建仁 說是要送五千本投資書籍 但實際對話卻說書都送完了 道士主動詢問有沒有在投資股市 甚至還主動推薦個股 只要接獲檢舉刑事局就會啟動停止解析 預防更多人再受害 進行停止解析的動作的時候 民眾點取進去只會看到我們的圖示 或是就是點進去之後是完全沒有一個 就是一個連結的狀態 如果一定的期間他們沒有進行下架的話 可進行十二萬到六十萬不等的罰還動作 而且可以累發 刑事局統計光是今年上半年投資詐騙超過四千件 採損破二十億 雖然加強下架詐騙廣告 但速度遠不及詐騙集團更新腳步 只要看到標榜高額獲利 穩賺不賠等關鍵字 就要提高警覺 避免成為詐騙集團眼中的肥羊 經紀新聞許川彭志華採訪不到 立刻下載經紀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關鍵